最近呢有一款叫做妙鸭的用火了 这是一款用AI给你画照片的应用 我昨天晚上呢看了一下它排队的情况 我昨天晚上你看它 我前面有1万个人排队嘛 大概需要等待7个小时 就如果我们这样算下来啊 就是用1万个人除以7个小时 对吧 然后就是再乘24 大家就可以看到它一天的营收大概在35万 一个月的营收呢大概是1000了 当然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估计 妙鸭的有一个原型 就是国外的Lensa Lensa是去年11月份上线的 其实刚上线我就关注它了 因为它在这个圣诞节之前 有一个用Lensa画圣诞头像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在这个圣诞节之前 画了圣诞节的头像 发到动态里面嘛 然后2月份的时候呢 我不是在学厂录过一个视频嘛 那个视频里面我给大家说 Lensa这个产品已经赚了好几千万美金了 当时我的判断是呢 就我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国内很快就会有模仿者 但奇怪是呢 就一直都没有人抄 然后妙鸭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参考 就是国外有一个独立开发者 这个独立开发者呢 叫Levels.io 他推出了一个叫做 这个Photo AI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呢 其实他也是刚推出我就关注了 因为他过来印象很深刻 他当时这个 他的网站啊 这个副标题叫做 File Your Photographer 我觉得很夸张 就是炒掉你的摄影师 当然这个slogan后来被换掉了 现在应该是一个比较平和的 大概是 Quest Beautiful AI Photos With a Camera 大概换成了这样的一个标题 就很久之前呢 我就研究过Levels.io这个人 甚至呢 我还就是翻到了 他的一些收入的数据 什么的 然后还让我们团队的小朋友 做了一个关于这个 Levels.io的一个报告 发到了我们的这个 社群的这个群里面 给大家看 就这样呢 到了三月底的时候 就是我看到一篇文章 说Levels.io已经没那么火了 他收入开始暴跌了 然后呢 我就看了一下 这个暴跌后的数据 一天的收入还是有十万美金的 就是暴跌之后 数据下降到一天十万美金 我觉得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过了这么久 我这国内一直都没有人 去做这个东西 然后我当时就给我的CTO说了一下 就是你看 如果我们做这个东西的话 需要多长时间呢 然后我的CTO给我说 我们如果做这个呢 大概需要一个月 这个并不是说 我们从零开始做 需要一个月能做出来 就因为我们团队 其实很早就掌握了一些 AI化图相关的技术 我们有一些基础的 就是在有了一些基础之后呢 我们大概一个月就能做出来 然后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做的话 大概五月份就能做出来 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就没有做嘛 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 就结果就是没有做 对吧 这个原因很多 但不像很多人想象的 就是不做 就是因为就是执行力不够强什么的 因为这个一方面 我们其实手上 也有别的项目在做了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AI呢 就是我当时在考虑进入这个赛道嘛 但其实也没完全考虑清楚 这个赛道应该 这个以怎样的姿态进去 或者说投入多少资源 来做AI的这个事 就是因为 可能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 就是我这边 其实看到的机会是很多的 就是肯定不是说 看到什么机会都要去做的啊 就因为肯定是 更多的机会是看到了没有做 这才是一个常态 对吧 就反正不管怎么解释吧 就是总之就是没有干 然后呢 就到了六月底 七月初的时候呢 面牙相机就上线了嘛 这个故事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开头的那个故事 然后一看它的营收呢 就是有1000万一个月 对吧 然后一个项目呢 就如果说 它一个月有1000万营收啊 那这个项目的估值 肯定也有几个亿了吧 对吧 就大家听我这个前面这个过程啊 就是这个方向啊 就是因为这几个产品 都是一出来我就看到了啊 而且我还都做过分析 然后还分享给大家看 对吧 就完全是在我雷达范围内的啊 有时候标压 确实应该是我能做出来的一个项目啊 所以说就看今天这个视频的标题吧 就错过几亿头脑如猪 查看数据毁不当初 对吧 那这个事呢 就后悔也没有用啊 妈这个逼的 就是你从往好处看呢 就是起码我的判断没有问题 对吧 现在其实AI行业能做的事还是很多的 就是我们争取把握好后面的机会 不再错过下一个命啊就行了 然后我前面几个月呢 随着对AI的了解越来越多 我现在投入的也越来越多了 然后我准备做一个小型的基金 或者是像复发器一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来做一些AI的项目啊 也希望就是对投AI有兴趣的投资人 和以后联系交流 就是我觉得现在AI行业的投资呢 还是有很多明显的问题的 就第一呢 这行业还在早期 就没有人 几乎没有人吧 能真正看清楚未来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在短短几个月之前 还有很多投资人在看大模型什么的 现在呢其实已经很少有人在看大模型了 对吧 其实大家投资很多人还是跟风嘛 就是不是真正看准了 就是哪个方向一定可以 他才去做 对吧 然后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个AI项目现在普遍的估值都才高了 在中国呢 你大凡是个AI项目 可能还什么都没有呢 估值也在5000万以上了 在美国呢 其实估值可能比中国还要更高一些 怎么也要1500万美金以上 对然后我的想法呢就是 我们如果说做这个事的话呢 我们会从一些比较小的应用开始做 就这些小应用呢 它离钱比较近嘛 就是它直接就能落地那种 就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会这个投小项目 不会投大项目 我觉得这样做呢 它的好处还是有几个的 第一呢 当然就是它成本比较低 对吧 就用投一个项目的钱 可以多投几个 而且这个项目呢 就像美娅这样的 能落地的 就项目本身就可以来赚钱 对吧 第二的话呢 就是我们不断地做一些小项目 然后这些小项目周期可能比较短 就你验证的可能会比较快 你快速能看到结果是什么样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可以逐渐地培养 AI行业的这个手感 你能看清楚这个水温 看清楚回来的方向 就你就知道 哪些项目哪些方向是更容易落地的吧 这个这样的话 你将来在做一些大项目的时候 你就更加有把握 而且这里面你联系了很多的 你的看方向 运营的技术 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吧 然后第三呢 就是这些小项目 它不一定真的小啊 就是你比方说 我们现在看喵鸦是个小产品 对吧 但是你说 这个我们看移动互联网时代 比如说像美图 它也是一个上市公司 对吧 就你说处理图像这个领域一定小了 就是它不一定 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投小项目之后呢 它也是有能变成更大的项目的这种可能性在的 就是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中国 我觉得仍然是一个 有巨大的工程师红利的一个地方 对吧 这上面几句话呢 我相信那行人应该能顺着懂啊 就是 希望 今天就是 路过这里 路这么一个视频 给大家吐槽一下 妙鸦的这个事 吐槽一下我这个 头脑不不珠的这个事 希望将来能 把标题改成 赚到几亿是大聪明 对吧 这个查看数据是大几亿顶 对吧 希望几个月后 或者说几个月它短了 可能希望一段时间之后吧 我将来能够 换一个 崭新的大聪明大机灵的标题 给大家再分享 额言行业的一些事 游戏灵魂 聊科技传闻 我是伊自然 今天 这个 简单和大家聊几句 没有拍摄相机 和错过 这个 几个亿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下回再见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